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EMP这边拿出自己最强图明镜是吧 那怎么说呢 EMP的明镜然后面对乌鸦这个阵容的话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对 乌鸦都货啊 你说 不是 我都打完了我已经 我就说没太大问题 没太大问题啊 擦车怎么看 我今天我预测一下应该是EMP2-0 是吧 你凭什么这么预测啊 我很有信心 因为龙哥跟你说的是吧 没有 龙哥赛前是这么说的 说他们四个队员带他打说有点害怕 发挥不开 是 龙哥说 妈的四个太菜了 是吗 哇 这看得出来啊 谁是老大 我们这谁是隐藏的boss我们这边看出来了 也是我们这个闲话也少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吧 看一下这边炼枪的画面啊 这边是 今天这个阵容看来就要打到底了 那只能是等艾珠回来之后把龙哥换一下 这边才是回到乌鸦的一个首要阵容吧 我们看随着小洒哥的回归 乌鸦这边也是重新进入了一个修整期 那看再给他们一下时间 让他们重新再磨练一下 接着是 其实小洒哥这边也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小洒哥是第一批5P的阵容里面的一个 是非常强力的一个队员 所以说 我觉得他适应这个整个队伍的时间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EMP EMP 这个乌鸦既然拿出了擦车 我觉得啊 肯定就是说 这张图是想赢的 肯定是说觉得 因为之前EMP打过擦车啊 没解 好说我们再注意一下枪 小洒哥这个压枪还是很稳啊 哪稳了 三个人压死一个是吧 三个人压死一个 然后 对 很稳的压枪 对 你怎么说的话 他子弹都打得很好 稳稳的压不死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然后 这个时候小光也是退出了服务器 应该是马上开始了 大家不要着急 应该是马上要凉货带们开始着急 因为差势阳谱我们经常看 对 T边CT边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 还是要等一下的 少一个人 这是我原来看过四个人拼刀的时候 你看 小姐表示四个人拼就行了 意思是四个人直接拼刀局了 哦 小光真是秒进了是吧 秒进了 这五个人没把刀 还不都不一样 嗯 是修塔哥是原版 其他的都是有皮肤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这边也是 BMP这边也是 除了2v1一把原版 其他的也是都是有皮肤的 Ring这个刀 这个一直这个问题 贴图问题还没解决 这个模型太大 显示不全 对 刀尖总少 可可一上来就开始调侃 好的 这一波 诶 这个时候 EMP竟然没有选择他们日常赌门的一个拼刀套路 这边应该也是没有抢到位置 那直接在这个中厅展开一波对决吧 好的 有练过 有练过EMP 这边赢下刀局 CT开 是CT开了 剩下一个T 一个CT 再一个T 好的 直接斐开了 三个T了 EMP这边选择做斐开 那这么来看 这么选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 是吧 想先掌握比赛的主动权 也是因为知道乌鸦现在这种不稳 要掌握节奏 对吧 对 要掌握节奏 五个人 五个人加油打气 是吧 加油打气 这是互相鼓劲的一种方式 年轻就是好是吧 对 身体接触嘛 对吧 好的比赛开始 我们看一下龙哥这边起枪配戴一个情况 沿前子 OK 双方的第一张图 乌鸦腿跟EMP 乌鸦腿跟EMP 乌鸦这边的话是一个防守方 这个阵型啊 一般是把小蕾送到双门 但是我们看这局没有送到双门啊 没有送到羊毛房啊 这个 我一望 中路直接起杀鹰过来跟小蕾对 那这次我们看到防守阵型做出的调整 龙哥跟小塔哥去B点防守 其实正常情况下 之前那个阵容的时候 B点手上局的战术 一般都是小蕾直接送到羊毛房之后啊 其他四个人全都转A 但是我们看到这局并没有选择这么打 中路现在是换一个选量比较多的小光过来 你说起小光这个中路还是挺吓人的 小光中路这边跟跳台点射一般都会站到先进 哎 刚说完 没事 这是跟中路的一波点射啊 我说的是跟跳台 哈哈哈 慢慢的是往A点靠近 那B点这边断后断的非常死 另一边是直接断中 也是知道这个乌鸦指示队伍也是压迫力比较强 所以说后路也是不太敢放 但是 我A点直接进到剑包了 这边的话是直接一个头啊 嗯 好一个旋转跳进来 E今天的手感也是6的飞起啊 嗯 小蕾这个位置是还没落地 直接一枪爆 我看下龙哥跟这个小大哥 两个人放手B点的放手队员 这边的话是4点一个双架位看一下 不好打了龙哥直接往里进 哦 射回我龙哥来了啊 半白 哇一听搜 哦直接过来出 第一个撞掉 哇开始绕了 那直接放出来打 哎呦再受一个 有的时候这种迪罗汉容易两个一起死呢 是 RV1 4000的一个经线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 嗯 这个断后断的实在是太稳了 他这个A点直接进了 他还在这呢 然后慢慢的是往中厅靠啊 断那个管防额中厅这个位置 对不参与进攻 很难想到 嗯 两把AK 中厅又是直接过来找你拼枪 小蕾中厅 杀鹰 这个时候没有大枪 没有大枪 不行就怂一波啊 然后利用这个 地形的复杂的地形找一下掩体 然后再 看一下小杂哥这边有没有 有 抽中 抽中了是抽中了 但是不是投 没抽投 嗯 武器这个距离龙哥跟AK队的话 也不大理智啊 怪不得龙哥说了 这个 他们四个都坑 嗯 是 这个龙哥这个武器是真有自信 但是我们看龙哥这边也是骚扰一下 呃 我看这边还是一个重防A点的一个站位 中路的话 这边已经是白车位置 A点是有三个人 这一波穿 因为车王那个穿甲伤害不是太高 也没有打得太多血 中路A1还是站住 不知道是准备往B点走 令这边是牢牢的驾入第二点 我令这个驾驾点啊 这个位置是不会过来pick这个位置的 一般都是拼到右边没有的就算了 小蕾A点还是一个重防B点带人防守 书塔哥应该是驾驻的令 龙哥再混两枪 自己这边血量我23点了 46秒 哦 EMP今天打的好认真啊 这种局 直接追过来包点一颗头 A这个手感依旧是爆炸呀 36秒这边选择来到B点 但是我们看到乌鸦这边也是成功侦察到了EMP的进行动向 是 这边在拖着 广房这边下来 直接打了一个侧身 宝头位这个位置 哇 抽掉一个还是 这个就是说那个问题了 说你这一把杀鹰还是躲起来打比较好 因为你这边是没有太多的人拖去 其实我觉得这个小蕾自从坐上了轮椅 然后砍马应该是更精进了 比原来更多了是吧 对 对可以依靠四肢进行调整了啊 小光这有保一个大家保一个CZ吧 保下好之后 枪的话 RV1这把枪应该是掉在了B包点里面 也是点到 小光这边闪出来 可以的 哇这局我们看AE的KD应该是爆炸了啊 你觉得我开场说的话 今天能不能预言到呢 那是EMP2-0是吧 嗯 今天好像这两场都挺准的是吧 那好吧 这个暂时先相信你 暂时先相信我 对 因为我们看到EMP现在啊 这个整体打的还是非常谨慎 嗯 我估计可能是不是教练在后边站着呢 这个西西教练 是不是我有一套战士 是我有一套战士 AE这边一就是在中路啊 拿一把也可以知道你这把枪配不全啊 没法起枪 我令你架在这个点 我架在这个后点啊 我后 中路沙包出来啊 配合一波 轻一波 哎管道双架 哇这个枪AE没有打到呢 小蕾很客气呢 直接过来把AK拿走 哎 这个观察者 我令你这个枪法是 啊 这个观察者是我的分身是吗 哦 对 啊令你这边还是最终把笑草哥给架掉 然后小蕾这边还是把AK拿回来 枪应该是不怎么想保了 我看这局的话EMP把节奏控制的非常慢 稳扎稳打 利用自己这个枪械的优势有假 然后我看到这个枪已经是经过一波传递之后 已经是来到了小光身上 QK 这把USP卡进点的话 其实不太好打了 哎 等小光这边回帮过来 哇 乌鸦队这个局势的判断真的是非常准 A厅这边放一波脚步之后再往回转 哇 这个EMP打的有一点复杂了吧 中路垫上来 然后再打A厅吗 还是直接转B啊 我们看包飞已经是准备开始往B点走了 我快速转B 就每一颗烟我感觉练的还是蛮到位的 确实是还挺到位的啊 以往这边是中路断掉了QQA 最后小光这边有一把EK 可以一宝啊 值得一宝 直接对 哇呦 这种这种距离直接是一波啊 一波泼水 3比0 那看一下乌鸦这边的经济 58的一个经济 QQA一般不出意外的话 是狙击要起来了 哇 小光这个经济不是太为好啊 刷马斯 然后把这个投授五代圈 那同样的A1这边是起到狙击 这套 就看QQA这边的话 能不能狙一先 嗯 对 QQA 来 哇 这个A1今天手感是好啊 对 国内两个顶尖狙一手之间的对决啊 就是开进 实际双方都看到对方了 就差 其实差那么一点点 哦 龙哥这边主动寻求一下突破 打一下非常规啊 B点摸出来之后也是被Lin断掉 Lin这个位置是很难露人的 除非他死 因为我们看到每一局开始Lin这个位置 甭管是什么局 优势局也好烈势局也好 就是在这个位置直接架死 根本不动 这边狙击也是回到了B点 要摸过来 哎 小蕾这边过来Pick一下 但是 蓝门这边的话是帮助骚扰 我A听并没有着急过来补枪啊 蓝门就是过来骚扬你一下 嗯 A1这边是开着镜 小蕾这时候已经架到这个位置了 五打三还这么稳 是啊 今天的这个EMP不是我认识的那支了吗 今天EMP表现出了一个态度非常非常的 这个 54秒 摇摸房跳了一下 没去掉 包海放在家里 因为高台应该是要再重新架一波之后啊 重新组织一下进攻 但是Lin这个点一直不动 因为这个点一直不动的话 其实 这时候动了 动了的话应该是要打A了吧 还是要转B吗 对 40秒的时间啊 哇 你看Lin这个职责很明确 我就是确定B点没有人前压 我老把这个点站住之后 我们这个 再集中一波重新打B点 中路站住之后 哎 有雷第一个打 但是我们看到A点这边 刚才蓝门那个队员啊 Ring这时候才是刚过来 那这边B点进来的话 只有两个人进来 好的 这时候因为人员不足 也是赶紧的中路过来补放 刚才这行个点散 小蕾哥这边闭门 看一下一个 我这个枪 我这个枪 枪还是蛮刚的 我这种枪啊 真的是小蕾哥 剩下小光2到1 这边的话二楼狙击直接架好玩 啊 这边一个闪闪 没办法 4比0 那乌鸦这边又是进入了一个 啊 经济局啊 这刚才这个局 我们看到就是开局先掉俩 是吧 这边QQA跟这个A中路队一下狙击 然后呢 龙哥B点是一个前压 然后是两个全被打掉了之后 其实EMP中间是有一个小事物的 进攻是有点脱节 在进B点第一个人被打掉之后 其实包匪后面已经是没有什么人了 然后才中路以往才包过来了 是的 你觉得没钱了 RV这边的话是直接起了小蜜蜂啊 嗯 Bring这边是蓝蜜压后 来收一波钱 对 这个时候确实是果断的收钱 刷人头的时候 收钱小利器 我还是看一下这个地图吧 因为现在EMP卡点都卡的比较靠后 另一边是直接架到了这个位置 他们的开局默认你没发现吗 要卡个半分钟到一分钟这种 是的 你们是不是这个现在他们整体的 要改变自己的这个打法了 因为一般情况下 他们这个风格就比较偏向国外了 对 就是从小的 就是从一点点小的细节开始 就开始这样练 嗯 其实一开始他们组织俱乐部的时候 就想培养一些就是小一点 然后接受能力快一点 就尽量是白纸的这种 对 这样好也没有什么这个坏毛病可以改 是吧 直接是从白纸开始练 OK 好的 我们看到光源封死之后 这边直接选择了打A 哇你说 真的是欺负人啊 50秒钟 50秒钟才进攻 你人家没有枪啊 你还跟人打这么细啊 这有点不讲道理了啊 这个 扔完东西之后40秒再转点 想的有点多吧EMP 我这是要打的有多花呀 这是谁发出了转点的指令啊 我的天哪 你B点一波进步好吗 嘻嘻我有一套战士 是我有一套战士 嗯 好 查车这个位置作为应该是 对人家偷一个 中路再断一个 一个4打2 想打平了一个2打1 好的 最后这边还是没有出意外吧 但是这波转点 确实有点繁琐了 你B点你已经是到了 你就相当于 我进了你家门口了 嗯 然后我就说我不去了 啊 我一只脚踏进去了 斜脱了是吧 斜脱了 我走错地方了 那你这是斜脱了 是 试一下人家 然后就光着脚又走了 你看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啊 A点Ring 一直是在这个位置 死点封了一颗烟之后 B点E开始打 嗯 然后蓝门出来 蓝门出来 刻刻意把Ring给断掉 然后这个时候 B点一发现没有进 果断B点就放掉了 放掉了两个人是在B点形成了 在A点形成了一个2打4 2打3 然后这波反锁的转点之后 阎门皮应该是要 趁着这个暂停的机会 小队这边打出了暂停也是 阎门皮应该也是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 他们剩下的这个转点 有没有必要打得这么繁琐 就是这种慢打的对我 如果说你前期就是说 你前期想要收集信息也是很难的 是 对他一直跟你卡后点 对 要不然的话你就只能说 警察跟他打非常规 对 打非常规比如说我三个B点这么出去的话 我先把你这个加后点的人 能不能收掉 对确实是这么个问题 对 我们看到他这个阵型 首先他刚才是卡的比较靠后 也是防你一个前压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如果要前压的话 你一个人肯定是 对你一个人是肯定打不了的 对人家提前把枪架在这 那你只能叫兄弟过来 你叫兄弟一过来 然后他们每个点架枪就比较呼应 对他们收集到信息之后 他们就反而说去利用这个空隙 我去打你 就是没有占人的点 对所以说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在聊 是吧 面对这种非常稳的后点 默认站位的时候 应该去怎么去破 是吧 对 就没有好办法 我你慢我也慢吧 对 我这边只能是从我自己自身做起 减少我自己的失误 然后从而在开局的时候 在人头上有不用烈士 起码是一个军事嘛 然后这种战术的话 打到第五回合 乌鸦这边也应该知道 前期你这边的 因为前期EMP是不过来抢点的嘛 那前期既然不过来抢点 我这边投掷物的交换 是第一时间我可以保留一下 等关键时候 我再把这波这个烟啊 闪啊火啊 该扔的都丢出来 我们看到这边起枪也是 小蕾这边起完了 是不是还要沟通一下 5200的一个经济 6000 这波的话 乌鸦经济还是非常好 5比0的一个开局 看一下是不是要起 还是应该起局的 嗯 对 小海这边应该是要起一个狙击 对 然后另外一个狙击 我觉得你看现在这个乌鸦这个这种 包括之前也是 是要不就是小蕾打 小蕾跟小海 小海打的多一点 然后另外一把的话 这个小蕾就完全可以承担这个 副居的一个责任了 这边是 不是技术啊 是 是自己的这个设备出了一点一点问题 哎也是非常客气 哎呦好萌啊这些人 好的副极 嗯 打出了一些可爱的符号 是 我怎么感觉平时只有妹子们喜欢 其实我们这个 嗯 其实我们这个职业选手都是非常有爱心的 非常有童心啊 非常这个天然 纯天然无公害 好的经过一段调试之后啊 这边耳机的问题也是容易解决 那这边比赛继续 这一局对于乌鸦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长枪局 经济也是满的 反正现在只要乌鸦就是输一局就得一一局 输一局就得一一局 看EIP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在上半场提前多抢一下分数 OK 等待暂停啊 没有A意识直接跳在了这个 这个后点架 嗯 这个太厚了这个啊 好的 再往来层层层层层逼近啊 再往前走 蓝门这个点 Rain 好的还是那一套默然站位 是的 就我蓝门这边架一个后点 然后B外的话架一个后点 然后三个中路的话一个看A厅啊 然后一个看中路就这样 嗯 A个点都不漏啊 你看这一套体系 我估计一会儿还是大概还是到50秒左右 那这次乌鸦应该也是知道的 你这么个进攻套路的话 这种无位的前压也是不做了 A点集中防守 中路第一时间是放给你啊 脚底这边是A小 A小帮忙侦查中路 这边就是你要打 我就直接就是把中路放给你 你进来打 我B点人过来补 掏你屁股 等一下看看AE A点这边 自己抓颗闪 然后闪声出来看一眼 对 慢慢屁克 我马上就要屁克到了 哇 很细啊 这个搜点 中路 特别 对 匪中烟 匪中烟 封道 对 这个是因为烟没有封道 然后中路就直接删了 这个是属于一个时间点 哦 夹一下烟顶 一个双架 双架这个点 哎呀能看到的 细啊 这个打的 两面都很细啊 对于这场比赛看来很重视 我们看这时候龙哥已经抄到屁股了 你把枪吻一下 龙哥这个消息 中路了 应该是不知道 龙哥已经押过来了 哎 对龙哥这枪没有丢 哎我们看一下这就是什么情况 嗯 我们给一下这个 OB OB2的视角吧 嗯 我们给我给一下OB2 好的 哦 刚才也是 刚才前期就是还是QKA的一个出色发挥 嗯 直接是 在前期把人头优势站立起来 这个情况就看到了 就是 你卡到多少秒打 只要乌压不压 其实 效果是一样的 对 对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还好EMP前期的话丢枪丢的不多 我觉得在经济油 经济的话也是 养的比较好一点 可以再看一下QKA的位置 哦 这个中 无处不在的狙击 是吧 可费刚才是 是又跑B点去了 对 已经换点了 然后到B点前点 然后先G了一下 知道这边的话 可能 你 也是知道它的一个习惯性嘛 AE的话是会摸一下的 是的 我双方在这个 就是前期的信息收集上 交流上还是做的比较充分的 高台这个点 小蕾这个位置很关键了 这颗火直接烧了台下 但是没有烧缺口这个位置 那应该就不清了吧 看一下灰火星 小蕾指甲上面 然后中国的话 听到上面有脚不收 哦 小光这边补过来 我就说了 小光是在白香这个点 打这个跳台位置 是非常有心得的 每一次我们看到 小光在这个位置 都可以打到人 诶 这边AE又是打出了暂停 小蕾应该是把Ring给收掉 正是远点 他这个暂停 估计就应该是 哦 技术吧 我有一套战术 我有一套战术 是吧 我有一套战术要来了 哇 我们发现这个比分 虽然说还没有拉开 但是双方打的 还都是很激烈的 因为乌鸦之前是 我们看到 在经过前五回合的试探之后 乌鸦这边也知道 你NIP前期是一个默认架点的站位 那我这边也是 我们说过应对方法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是我第一时间去减少 我的无位的peak 去减少我的前压 去减少我在开战时期 这个人员的损伤 把点唠叨的架住 反正早晚你都是要进攻的 是吧 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位置 把我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 就等你过来 大家双方在都不失误的一个前提下 其实 时间已经是一分一秒的过去 越压缩进攻时间 对于NIP来说 其实是不太好的 NIP这边的话 看欧 就是起了take9 NIP有一个战术 对 我有一套战术 来了 三颗闪 那应该是 应该是要打对面一个出其不意的 对 就是起这种小匠 对 A点还是B点 两颗烟 我说觉得是A 4点一颗 踏车一颗 然后穿着闪 直接这个轻薄点 打一个这个近距离的 TEC9的一波rush 来了 看一下社会 我龙哥能不能拖得住 听到了这边 一帮人 龙哥这个火 哎呦 直接完全非常平衡的拖个宝贝 这边B小 如果A小 我这个 RV1这个手速 是 吐到前点 龙哥第一时间防晒事情 做得非常好了 一颗火已经是把这个阵型烧开 把所有人 他这个阵型烧开了之后 对于A小的压力很大了 对 我抓了这个timing 把肖塔哥给打掉 但是这边是 好 RV1 这个我们看这个拼枪啊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因为龙哥啊 他刚才这颗火烧到这儿了 烧到这儿了 然后 爆点之后他自己在这儿 是吧 然后所有人都逼到这儿了 然后A小两个人上来 让这个面对四个T直接给打掉了 是 这是很尴尬的事情 这是 也是没有想到 那这波钢枪的翻盘 还不算是钢枪 因为有人连甲都没有起 只是起了一个 对有的是半甲 有的是没有甲 对那这波眼皮很转 然后还拿把狙击回来 哇 我呀直接上去 我有一套战术 很关键啊 这个估计还是 还是后边有教练站着 是的 还是有教练站着 我已经感觉出来了 一股神秘的力量 嗯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小海这个位置 哇 中路 最后又是在中路吗 再B点 这B点 直接抓开 你直接过来打 看一下瑞典 小神位 哇 那没有办法 你看这个就是一把狙击 大家都用啊 你pick完了我pick 龙哥 龙哥 这个A大P的这个抓头能力 还是很强的 小小哥这边没有让你进啊 成功的跳下来之后被揭住 小小哥这边跳下来 肯定没揭住了 哎那龙哥应该是这个位置被知道 但是Stevie小光这个位置还不清楚 但是我们看到下到包的话 回床位置 嗯 官方包 对 一个是绕后路啊 一个是绕匪驾 一个从管道走 等一下位置 这边小光的话 身上是只有一颗炸雷 哦 小光直接给RING给秒掉了 那这边驾驶过点 RVE收掉了小光 但是这边龙哥有狙击枪 确定了 多起来 对这个应该是交流过的 那我就跟你打近点 我知道你是G 对 看一下我龙哥 龙哥开着镜搜 哦 这个玩的有点花了 确实是没有闪到的 那没有 他扔了手枪 扔了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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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哥表示我根本不怕你这个 我根本不怕你这个 太明显了 近点一个大手枪就扔出来 这边开着镜 这是骗自己的吧 好的 这边龙哥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这个残局吧 也是依靠龙哥的这个关键发挥 龙哥开局就说了 他们四个有点坑 有点坑 EMP我看他刚才这个RV1 Ring还是RV1 反正是胎盖太大了 你这边扔出来 而且人家开着镜 是吧 怎么可能是说是 这个直接回头呢 因为我有点近是吧 我是没看到他扔出来 你就看着一坨 是吧 我以为他是要扔一个闪 自己拉出来了 哟呦 秀塔哥 应该是看了一个延缝 忠维一过来对局 小海再收掉 那开局 EMP这么稳 打了这么多局这个稳定卡点位 怎么这个时间又开始 就是主动过来平枪了 小蕾这边中路给压力 打掉包 哇 这个辛辛苦苦建立的一个经济优势 现在应该是马上就要给打回来了 小蕾一路打通 再给你考生位 4比6 看一下经济 果然是这边没有什么经济了 这边是乌鸦再追一分 那比分是来到了4比6 看一下KD的一个情况 Ring Ling 一望 RV1还有AE 那相对于这个EMP的话 乌鸦这边KD还是比较平均 什么都不起 哇 投掷物也没有啊 这个执行力真的是好强啊 只有AE拿一把P250 还是要卡点吧 看一下站位吧 两个人来的栏门 还是一个默认 嗯 中箱上有一个 一望这边是帮忙侦查 看一下中路 Ling这边断后 没有问题 哇 格洛克打的这么细啊 其实也是在算对方会不会有这么牵压的情况 其实他们要是打P250打的这么细 还真是就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格洛克我们知道这个原点的伤害实在是面对大家太尴尬了 只能是依靠人数优势去打你一个人去给你换人 这样才有机会去突破这道防线 要不然的话被一波刷屏 自己这边美甲是很容易被刷屏的 A点慢慢的渗透 还要等一下中路啊 B点这边另也可以是慢慢的靠到A点 因为你这么打的话 你拿格洛克其实是很难打的 RV已经是一个大残了 哇 这个飞 跳过来 这边转身一枪头漂亮 一棒 我格洛克真是硬点掉了龙哥 直接往A小走 头铁啊 这个特身位 被白了 是 那没有一枪都没有打到 那边是已经回防到位了 我一棒这个格洛克是真的 哇 要刀 要刀 对 你拿刀的时候我拿手枪 好的好的 来吧 相爱相杀 好的兄弟 1500到手 行 不是KTA说了 我这刀不是白练的 是 其实KTA还真行啊 就是你看 本来他都要掏枪打了 是吧 看对方一拿刀 行那我也拿刀吧 是吧 双方互有的一个默契 那5比6 武牙再追回1分 这张图 因为这张图的话 武牙就必须 就是必须得赢 因为米儿的那张图不好打 哦 火记了 嗯 哇 直接是高台一颗火被烧死了 一个是火跟闪的一个铜铺垫上去之后 没着急下来 没下来 直接就 你看这种长枪局 我还是强啊 我呀 我闻一下枪线 小雷 岩皮怎么不打一个默认了呀 之前是高台这个点击一般都是架后点的 而且我们知道在打叉车这张图的时候 他们非常喜欢丢一颗烟 然后架着烟雾上员直接瞄中路的这个战术 但是这局的话长枪局反而没去打的那么慢 好 Ring 但是没有办法一打三自己血量还不多 而且EMP暂停刚才喊过了哈 对 喊过 喊过了的话 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赛制是怎么 创下半场各一个吧 各一个 不是国际赛制 差不多 没有好办法 我只能是单人过来跟你点 我们看一下这局我们再去复一下盘啊 就是前期在正式开战之前 这个总攻还没有打响 又是说在前期的拼枪过程中 EMP就是被打掉 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双局 哇龙哥哪有 龙哥拿局 龙哥压力好大啊 你看这套战术又开始对A点 是吧 又开始对A点这种进点开始展开进攻了 我看一下龙哥吧 这是一个狙击手 现在刚拿狙击手面对五个人吧 漂亮 一穿二 我这边反闪反的非常到位 龙哥这边再刷一个 我这个 这波救命非常关键 要感谢队友的技术回方 我这波交流的太快了 龙哥一穿二 那当然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但是最漂亮的还是那颗反闪 龙哥一穿二了之后 我直接瞬间中路小姐这边一颗闪丢过来 龙哥这成功的救了 龙哥不说 还让龙哥再收了一个 7比6 这个俱乐部老板可以去打职业了 是 这个 这个其实考虑一下 好的 这边龙哥接着拿局 我A点防守 知道龙哥在A点的话 你这边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哎呦 QQA是在哪把Lane给对掉的 哦 我知道还是B点 因为他每一点 每次开局都会走B点的 那有的时候也是AE会走那边 嗯 对 没错 然后AE拿狙击的时候可能会到哪 然后AE要不到那的话 就是到中路 然后Lane的话就是跟AE 就是优先AE选嘛 嗯 哇 穿死了 知道你这边难免有人啊 哇 小磊自己这一套 我这 还打什么呀 小磊这一套已经连续自己打这个combo 已经连续收掉两个了 好的 瑞这位置被发现AE同步的狙掉了QQA 那直到B点这把狙击掉了A点还有一把 RV1 换点跟AE一圈 应该是要汇合 对 应该是要汇合 集中走一波 小光过来补到了中路 龙哥换到了M4 驾到了插车位 那时间还有将近一分钟左右吧 啊 55秒 慢慢打 但是我们看到小萨哥这个位置 已经是快要压到匪夹了 那压到这儿的话 看小萨哥过来轻一下中路 然后中路这边CTV直接就会 屁股快要到了 屁股快要到了 中路清干净 好的 你看这波沟通还是做得很到位 烟 闪 火 被闪直接往外跳 走 我等你好久了 你还不来啊 好的 这波投注物交换 我屁股 后面已经到了 对啊 这个确实是 看得出来乌鸦这个队伍 他对这个绕后的这个时机 这个timing还是掌握得非常好的 我前期都 咱们俩说说谁能赢来这 难道这个一股东方的神秘力量 是 今天就是这个 感觉前期我们看前半前几局上半场 前几局EMP打的是非常稳的呀 但是反而这个到了后半场之后 从拿到六分开始啊 就是一直在抢前点去跟你这个钢枪去跟你打枪 你要是跟乌鸦钢枪的话 这其实是乌鸦最想看到的一个事 是吧 反正乌鸦我们也知道 枪法确实是比较刚 因为真的 5P原先就是以钢枪出名 对 能动手尽量别朝上 对对对 东北人嘛 终于前压了 等了你好几把了也是 真是等了你好几把 终于等到你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B点还有一把狙击在 瞬间的话 这个乌鸦也是对B点做出了一个重点的防守啊 刚才小傻哥出来应该是见到了两个人 应该是有见到这个包匪 然后我们看到小傻哥平时都自称是小傻哥 是吗 哈喽大家好 小傻哥 再一点点这个南方口音是吧 左右两边没有同事拉吗 这边AE 这个血量很残了 赶紧撤啊 帮我拿个闪光 然后这边小蕊是补方回来 哇 成功占了这个馆房 一个双架回去啊 今天EMP打的有点花呀 这个包匪已经是来到中路 准备过来包A了 好的看到知道你反架了 这个位置 龙哥赶紧来包点躲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期待龙哥的刷屏吧 再转b 再转 哇AE这边B点带头冲锋啊 直接是爆掉了这个小蕊 那这边可回刚才血量不多的一个情况下 第15回合又必须要打 AE追出来 我有一枪头 8比7 上半方的那个比分还是很接近的 哇今天EMP打的有点花呀 多次转点 这个timing转过来之后 中路打掉你 然后再回来 再打好几波 我来回拉扯你这个 因为这个乌鸦确实挥帮动得很快 然后小蕊今天也是打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积极 然后各个点就是 各个点那跟队友的一些互动啊交流啊都非常到位 第一时间如果哪个点有动静 或者你有一个转点的迹象 他这边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马上开始补防 这个EMP正好也是利用了这一点 对的 我有一个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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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大家展现一下 手枪局 ring是烟雾弹加一个钳子 那这边的话 哎小蕊是烟雾弹带一颗闪 一颗烟的战术基本上会打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 哦绕一圈之后 B点确定 两个人过来确定B点没有钳压 然后集中把中路站下来 哦 林这边直接是点了一个QTA的头 哦中路这边还对了一下枪啊 嗯 哎呀那这个 上来少一个啊 哦是啊 看看四个人要怎么打 A点 哦派龙哥过来 B点派龙哥过来打 哦 有点懵 哎 是吧 你在这儿啊 没看见 好的我们看到这局的话 三个B点直接挥放到了A点 这时候A点这个烟封掉 下包问题不大 开始混 哦一望 混得好残啊这个血量 看到了没 在插车 嗯 哎 哇 这就混残了 是吧 这一枪直接收走 下包没有问题 那二打五的残局 对方这个EMP还有钳子 这可怎么打呀 等队友过来啊 五个人直接往包点铺 不急 打红一个 新点 我只能求爆头 哇 这好多人啊 真的 没没办法 8比8平 有钱的 这边是直接把包拆掉 那这局下到包 那乌鸦应该不起吧 应该不起 我觉得这局乌鸦 肯定还是想 想赢的 那一完这局之后 下局直接起长枪 万一乌鸦这边起了 应该不能 应该不能 对看这个态度的话 这个乌鸦应该是 应该是要求分 你求完这样想 在这张图上先拿下 省得米尔治太倍的 对 明刚才米尔治我们看到 他们跟这个BOF打的时候 也是被打的这个分数有点大嘛 嗯 这是起了两把850 两把3英 各位 好的 过来加一下过点 龙哥 龙哥这边已经蠢蠢欲动了啊 5 好的 两边同时拉龙哥先拉过来 第一个大身位 这边瑞鸦应该是要叫队友过来 帮忙扔东西了 打克白 往外拉 好的 这个闪光 救了一下 对 这个看得出来EMP这两个人的 这个小互动啊 还是到的 RVE这边多好笑嘞 哎 我就是打你进来的人 我思路很明确 你看门我就打你 我不管你那么些 A厅再封一颗烟 我看到这边是回不来 B点的话 站位又比较分散 哇 双方真的是 太粉了吧 这种局打的 EMP 哎对EMP就是 我知道这种 我这种默认是吧 应该怎么去应对 就是大家都不懂 中路两个人过来对枪 先闪一下 闪一下小神威 对 这神威 左边没有 左边没看啊 就是就是拉右边看好管道就行了 对 还在闪 我们看一下另一名防火队员现在是在哪 中路一个 有一个双架吗 这个位置 插车一个 B点一个 好中路对一锅枪 A小这边的话吸引火力 但是A厅这边并没有出啊 好咱们一开 好的大概位置都锁定 这边剑包的话 有这颗火是成功的拖住了小邦啊 中路再摸一个包是直接送到A正门那不好打了 右边过来 往连走 直接是一个走爆 好的 脚步听到和死 9比8 今天乌鸦打的也是也是细也是慢 好的 这局是直接可以把AK起起来 双方交换阵营之后 其实我觉得做T边的话 还真是对乌鸦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乌鸦这边大家这也知道知道 他枪法兄 进攻比较犀利 而且刚才他跟Bof打的时候那种单人摸点的那种 慢摸战术啊 其实有几局也是收到了一个成效的 就看EMP这边耐不耐得住心啊 好的高台第一时间防守啊 这一套第一这个防守体系做的还是非常好 中路先占领强行把你中路站住 一颗烟封死之后 我们看到B点两个人也就是蠢蠢欲动了 RV1跟AE 是的 这把两个人要往前压一下 嗯AE偷完 RV1还在进去 RING这边还在帮忙 对 占了便宜就走 像他们这的话是送鞠过去鞠一枪 嗯 然后这边自己有的队友 就即使你这边的话后面有人追 我是第二点位架 我是可以帮你把后面的人收掉 是的 QQA 还是小细节做的挺细腻的 是的 QQA这边是跟小塔哥在其中一波 对这个时候已经是 龙哥这边是应该是B点断后的 是吧 B点断后或者是骚扰位 那这个龙哥这边掉了之后 断后位置也是没有人直接 哎 但是高点这个一棒已经是被加上来 这个位置很关键了 能不能第一波能不能打通 就看清不清这个点了 没清这个点了 那进不来了这波再封一波 是的 我先火出那这边进去管是打掉 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QQA这边手里只有一把车吗 再撞 再撞 这 我 还有吗 换到眼里这边还看不到啊 是的 捡了包之后时间还有31秒 直接下一个安全包 我们看一下QQA的位置 我又飘了一个头 别告诉我要 我 这个QQA 好 我这个四杀太极限了吧 我的天哪 真的是极限 但是他这个挑箱子真的 他是不知道那边能居的位置吗 上头了 上头了 还有谁 还有谁 这时候已经喊起来了 我站在最高点问一下 还有谁是 我 我 这局我们看到这个QQA差一点翻盘啊 其实刚才那局他可以直接下包 因为但是他 他并不知道AE的位置吧 中路 有另一个小生命一晃啊 看守之后直接穿了 还有28点血 QA这个这名选手确实是有一个 有各种创造奇迹的能力啊 龙哥龙哥这次也是哎带包吧 不断后了 背包过来 打打辅助 是吧 反架一下中路 这边小萨哥 小蕾 还有这个另一个是谁啊 另一个是啊 QQA三个人 其中是对B点造成一定的压力 龙哥这边就架死了 蓝门 中路是第一时间看是不是放的 中路是放的 哇 那这样有点大胆了 哇 看到露哥像 这种 你说这种小身位啊 这种凤啊 真的只有这种年轻选手敢去架啊 我就架不了 这真真的不敢架 老年人了 确实是老年人了啊 RV1 RV1 A包点这边先稳住 中路这边已经是转点过来 不着急出 A厅蓝门都有人 小蕾这边等信号 等小光这边打白 满摸 包点看一个头皮 一望这个位置 直接把包点拨 好窩心啊 我呦 龙哥 龙哥这个枪打的还很坚决 你看这个关键点就是在RV1这个点了 我就打死了不漏 等着 竟然是有这种效果 看见能忍得住 好的 这颗白也是没有醒过来 RV1这边闪身一枪头 哇 这QP刚才站到这个插车上 有一种舍我骑谁的感觉 那种感觉 这瞬间又 还有谁 又来了那种感觉 8比11 乌鸦这个经济的话 已经累积起来 是吧 这边连输了四局之后 他想怎么骑怎么骑了 但是 他这么起的话就是投掷物带不全 所以说尽量每一局都下到包之后 自己可以把这个经济养回来 然后带一个全枪全弹 这一枪是没有打到 EMP这防守是稳的 不给你留一点那种空隙 是的 中路 我们看EMP现在是整体的阵型吧 还有B点双加一下 加一下阳光防 叫RIN过来 然后A1 一看阳光防没有 但是如果能侦查到这个信息的话 现在B点两个人是直接暴露在包点里面的 你看这个排名 A1 这枪有点极限了吧 闪出来 我看这个排名抓得挺好 两个人刚分散 刚从合体变成两个人的时候 就 这个乌鸦就直接进了 但是A1还是非常极限的 把这个谁给局 把QQA给局掉了 龙哥中路断住 但是两个人都在中路 B点这边并没有进来 这个时候该做出交流了 对吧 我A点没出 B点没出 这么长时间的B点还没往里进 这边是先让A小往上摸 自己这边的话架好中路 看一下 白车这个一只 我这一枪没打到 我就感觉包点这人要出来了 对 侦查到的话 一往这边直接的掰出来打 龙哥面对 加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夹到B点回房的人 这边应该是有架的 A1这边中路放掉 是 那龙哥这边有机会 有机会摸个屁股了 走过去了 一层这个点有 A1已经是架了 A1已经是架了 黄雀在后 这边中路放了之后 我们看这也是瞬间做出了沟通 对 基本上在这种局的话 尤其是大家这种 他们对我回房的时间都是很多什么的 就是B点那边我A1回房的话 我这边白车的人 我就直接往A小走 对 就是属于一层层地进的 我哪里都不会空乱时间 是的 这也就看出来 这盐皮在这个交流上也是比较充分 中路基本上没有一个空点的时间 A1 又这么压出来了 这边叫上自己兄弟 第一枪丢掉之后 哎 对对对对 视食物者为俊杰 你记得压到人家脸上了 人家这边 你再往前追肯定人家集中 过来扑你了 我们看A点这边 小蕾是直接把A1打掉 但知道A1是在A点保险死守的 小蕾 还是立场小蕾啊 这个 令这边补防回来 但是我们到 一会搞闪 有后点没有人跟进啊 这两个这边没有跟上 中路这边还在断 那其实现在一分钟左右 直接架走了就行了 忍不住了令 好 A1的这个狙击已经是回防到位了 包掉在这里了 有点难办 嗯 而且中路那边 好的没有丢枪啊 8比13 刚才这一波 其实A点已经成功打下了 小蕾这是插车 跟A包点的都打掉 这个令是中路补防回来的 补防回来之后给了高闪 所以说他那边 小蕾哥也是没出去 爱听 好的 乌鸦这一局还是把经济啊 把这个钱都花掉 然后把这个枪埋起来 那A1P已经是联赢了 哎 这枪 A1爆的一瞬间啊 是的 QA这边的话 枪还是快啊 对 凭借自己这个对这个 但是A1那边的话是 龙哥应该也是前压了 我刚想过来侦查一下 抢一下点 抢一下阳光王这个位置 打一下磨刃 我这个互换的好快啊 哎呦 一棒 漂亮 我刚才这刚才第一个 是左边那个 应该是换在烟雾里 他没看见 对不好打 直接是打了另一个 打了第二个身位的人啊 那一波压枪也是直接两个收掉之后 我们看又是剩小塔哥了 小塔哥很很尴尬的 又是面对四个人自己打一颗闪 拿出来打 哇 小塔哥真的已经是把这颗闪给躲掉了 枪杠 一打二 这种面对面的话 就是完全靠枪杠 对 那就看小塔哥运气了 看有没有这个 一看A1P赌不赌B点 那A点这边是站住 中路也是站住 那小塔哥走哪个点都不靠谱 但是摸到B点的话 就非常有机会了 中路先看一圈 对 在这个时候不宜去pick太多的点位 还是安全的把这个B点能下到包 就是可以换这个劣势为优势吧 因为毕竟自己下到包之后 可以先抢一个前点过来偷人 四面八方包 好的 哪个点都能看 对 看他的悬位了 选广房吗 哎 嗯 广房 我放B外 RING跟A1P两个人集合走 看一下手里的投注物 还有一颗烟在 我还有一颗烟在 不好打 一颗烟一颗火 嗯 火能拖一个位置啊 烟的话 看这直接一波控制包在里面 没烧出来 是的 是的 我看到 这个其实我觉得刚才是 应该是让A1过来拆 然后RING去前点打 反正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确实狙击补枪不是那么好补啊 前点 8比14 下到包 那这局的话我们看乌鸦 依旧可以有钱去起一个全枪全弹吧 这个 A1这一局的发挥很关键 在就是很多时刻钢枪的时候 其实 A1跟那个QQA正面对决的话 基本上还是一个55开 嗯 但是A1这边这个 这个阵容比较稳啊 整队配合时间都比较长 我们看得出来这种默契还是非常多的 然后因为A1这边一直有一个好兄弟在 是吧 有一个RING在 他这个确实是能帮A1去 这个做很多的这个侦查呀 还有一些保护 好在A厅这边压进来之后 没有看到信息 那中路直接可以抄了 其实每个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手的 是干燕去做辅助 然后帮着队友去投道具 两个人配合默契 是 这种搭子是非常好的 你就负责前面是不是杀人 嗯 我这边的话是负责保护你 对对对 现在乌鸦把这个时间空的也是比较紧啊 一分钟左右现在开始 这个 A厅跟A厅 哇 这瞬间掉了 然后看这个点啊 哇大一了 侧身啊 又是另啊 又过来收了两个呀 然后躲到四点 不动 不动 不动我等你 对我等你 这个时候还收掉一个呀 是的 看枪管 龙哥摸出来 有机会啊 好那最后RING的位置应该是知道了 对 这边打对了两枪之后血量不多 可能A点会合 这边下包 龙哥不露了 看一下RING吧 这个残局其实不太好打的 龙哥稳住 好打脸 好的 那这边龙哥也肯定说 你别动啊 我出去他打我 你给我补 对 是这么说的 你作为这个队伍里面的一个老大哥啊 也是非常具有这种觉悟啊 确实CS GO就是这么一个游戏 我之前跟你聊 我说为什么说咱们打CS的 就是打不了MOBA是为什么呀 就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MOBA要狗一点吧 是吧 有的时候你要狗起来发育什么的 然后打CS 这次基本上队友冲了 你得跟着冲 你要是队友都死了 你不死还得爱喷 就是最后剩下那个猥琐的 代表的 HAPPY 是 之前HAPPY打的是毒 是吧 之前HAPPY在这个NV的时候 那这次你有没有就是 去年时候有没有跟HAPPY聊一下 聊天都是聊不了 毕竟外语不太好 但是每次的话 其实HAPPY感觉平时生活中也有点独来独往 是吗 也是挺酷的是吧 性格决定的 但是他长得很面善 但是性格还这么酷 其实很奇怪 你知道他那种长相 如果在中国的话就是个唐僧 是吗 我感觉像 好的 这局我们看到也是 刚才是什么情况 哎呦 闪出来看俩人 吓一跳 小李还是谨慎 回过来 三个人集中一个点打吧 因为三打五的话 确实你要再分兵去打的话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在投掷物的话 只够打一波 中路慢慢我外清吧 三人一起集合走中路 这边近点以往是直接在插车这边驾A厅 还是驾过点 直接都不驾第一点 哎 这边回程看了一下 对 因为这边是有枪声 中路到底有没有人在看 中路没有人在看 二一里边是跳起来 这真长嘛 白车驾一下过点 小李这边直接是 哦 你看A点 中路怎么就放掉了呢 是白车在驾过点吧 我估计 哎 小李再打一个 漂亮 三打二的一个局面 直到驾了B点 你回房的位置 看谁相刚啊 哎呦 Forget这个个人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一个人摸了三个 自己是把A点打通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复一下盘吧 以往在这儿 是吧 在插车这个位置 然后后点是 应该是这个点有一个 这个点有一个 是帮忙驾小的 这个中路的A小的 另一个这 RV1在这边是抓闪躲 但是我们看第一时间啊 小李是打到了这个 然后这个还没等回过神来 这个补枪又补掉了这个 所以说哎 A点一波打通 A1绝命大逃亡啊 这个狙击能保下来 是这一局的关键了 我们看一下下一局 EMP的这个经济 哎呦 两边拼得好凶啊 虽然EMP 上一局是 乌鸦赢下 那上一局乌鸦一向的话 EMP这个经济 对不好起 5400A1可以发给这个 能发一把 对 发一把出来 然后2600 3500 我觉得还是会起的 刚了吧 这个经济刚了吧 哎 比赛暂停 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 哦 任意这边打出暂停 我10比14了啊 这不知不觉之中啊 关键哦 是 乌鸦拿到11分的话 EMP就是开始经济 开始整个开始崩溃 那EMP拿到这个15分 嗯 拿到15分 拿到赛点 对 拿到赛点 所以说这局的话 这一套应该是刚了 嗯 应该是刚了 嗯 RV1 对 这个时候我们重点提一下 这个战屏 嗯 西西会有一套什么样的战术 我有两战术 这个时候啊 这我有两个战术 是不是 是 一套已经不够用了 RV1这个时候是 起了一个小甲的武器呢 RV1的武器 我们都知道啊 之前在喀布上也是有一个 精彩的刷屏 那也是依靠RV1的武器呢 这个 EMP在这喀布上是战胜的谁呢 反正是赢了啊 哦 哦 这个还抓的参名比较 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个燕爆了之后 人才出来的啊 这是抓的瞬间 也是没有在燕爆之前就闪出来 也是知道你AE这边保了把狙击过来 B点架后点 管道下面有啊 管道下面是 啊 LIN在管道里面 中路现在站不到位置啊 各位这个把这个点架死了吧 没有还在中路慢慢的pick 中路的话是LIN跟RV1 两个人一左一右 还有一个这一次我们看EMP是果断的是站了中路 诶 RIN这个位置 这个点啊 这个位置能偷到人 但是好像没有双架上山呢 对 A点进点 你看这边 长得细啊 A听这边没有漏脚步啊 所以说进点这边收不到任何的讯息 这边的话是新手的 OK 好知道了 听到龙哥脚步了慢摸出来 见影子 好的一颗头抓掉 过来减强被神走了 这边A点已是同步 开始打第一波没有进来 踩着火 小蕾是直接赶紧 必须把兵拨点就清掉 2打4 一颗火 先停下位置 小蕾这边是架死这个 RV1很关键 好这个没有人看了 嗯 别的点就是都被吸引了 小塔哥第一个头打掉 好 我刚才闪了第二个头 有没有没有没有 A这边是直接扑出来补了 那 炎皮里面钢枪成功 10比15 其实龙哥这个点吧 龙哥这个点应该这样的 龙哥中路要出的话 应该高台这边先出来帮忙侦查一下 哦看的没有 中路出来就是问还有谁 是 龙哥负责喊 其他人负责打 对吧 10比15 好 我呀这边高台也是下到了包 那 关键局还是有经济的 我两边打的这真的是 非常有难心啊 从那个打BOF我们看出来乌鸦这个思过了 确实是非常的稳 但是无奈这个阵容 就是还在修整期嘛 确实是 能打到现在这样已经是不错了 也是说这是什么临时组合 能够训练的 态度对就行了 是吧 我们不用要去他 哎呦 上来这个小黄就 哪里打掉了 应该是高台吧 下出来之后 直接是把sdv给打掉了 看一下配合一个高闪 小 哎小 小萨哥 对 我来pick一下 没有看到人中处之后再封烟 哎再转bdm 看Rain跟rv1 应该是Rain跟这个AE 又是忍不住了 这边的话是直接是两个人 往前点铺了 应该是 但是这也追过来 我有这波刷屏 有没有两个 我这个车王太极限了 你这样铺掉两个的话 我那这个 主要是队友这边的话 一个撤退 帮他这个吸引了很多火力 然后的话 他在这边能偷到这些人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很极限的操作 就是AE在后退的过程中 他竟然是又收 硬换了一个 硬换了 真不容易啊 两个人走管道 rv1跟一望 管道跳下来 一个点清 这rpk位死点肯定是要清一下 对清干净之后 AE这边劳劳的架住 先一颗火避一下位置 好确定包点没有 再慢慢清一层 再也没有的话 看头皮 抬手一枪 以望 厉害了 对 让有钳子的rv1过来拆 那这局的话 应该是 奇迹 正好可以拆掉 那么恭喜一下EMP 这个16比10战胜了乌鸦 这场打的真的很漂亮啊 这场的话 看得出来啊 就是乌鸦 尽管是现在这个 面对这个他们这种 不完整的一个情况下 也是拿出了自己 非常认真的一个态度出来 他们的思路也是非常明确的 知道你对面的话 战术多 然后打的比较细 所以说他们这边抠的也很细 是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确实是乌鸦在这个 很多关键局上 也是依靠小蕾的一个出色发挥吧 在下半场是慢慢的 就是把分给追了回来 但是确实没办法啊 我觉得这小蕾的轮椅没白做 没白做是吧 确实比原来强了是吧 是的 那好 我们也是开个玩笑 朝食休息 我们期待下一张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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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